ウェダム 等等 THAT YOU NEEDS 雲很大 主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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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家吗 主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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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有点床量 我扶你进去 我早就和你说过 去找叶家和魏家是没有用的 他们是根本不可能教你的 我现在知道了 没想到 你综兽老师父 是被我们日本人给害死的 难怪他们对我这么地反感抗拒 主内军 你别想那么多了 我不得不想 惠子 我家族的制药生意 接近凋零 如果我不能学到 一时金创散的制作方式 我就无法挽救家族的制药生意 到时候 我的家族可能就会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主内军 你现在病成这样 将来 如果真的有机会 去中国人那里学习制药 你能学好吗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要好好休息 我相信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 谢谢你惠子 跟你聊了聊我就感觉好多了 那你先休息 我去给你熬粥 谢谢了 惠子 赶快休息吧 谢谢你 主内军 只要一看见你的父母 我就难以心中地怒火 我诅咒他们 我恨他们 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当年是怎么把我赶出来的 惠子 你是不是在供应我们军业 见少爷 夫人 绝对没有 少爷对其他人都一样 对我跟其他人也都是一样的 别装了 你的那点心思 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你是想嫁给俊燕 以后你就不用再受苦了 夫人 我 住口 你什么 你别忘了 我们好心收留你 你爹是个贼 你娘是妓女 他们谁都不管你 让你流落街头 是我们好心收留了你 你不但不报恩 反而勾引我们俊燕 想做我们主内家的媳妇 你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夫人 没有 我没有 我们已经忍了很久了 希望你能改好 但你不但不改 还变本加厉 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严重影响了竹内家族的声誉 我们绝对不允许你这样的下人存在 老爷 夫人 我求求你们别赶我走 我走了以后 我能去哪儿啊 夫人 我求求你 别赶我走 像你这种妖魅的女人 留在我们竹内家 也是我们竹内家的祸害 不用多说了 你马上离开竹内家 把她带出去 快 夫人 别赶我走 走 夫人 别赶我走 老爷 别走 夫人 不要赶我走啊 走 朱内军 我对你的爱是真心的 你父母居然这么狠心把我赶走 我好恨他们 贵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贵子 怎么了 你别哭啊 贵子 发生什么事了 少爷 老爷跟夫人 把我赶出来了 我父母把你赶出来了 嗯 为什么 他们说少爷对我特别照顾 所以不让我再跟你接近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你是女孩子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而且我对家里的其他下人 你是一视同仁 他们肯定是误会了 别哭了 我带你回去 跟他们解释清楚 没用的 少爷 老爷跟夫人他们已经不相信我了 虽然这次让我回去 可是等你下次出门 他们还是一夜会把我赶出来的 你以后有什么打责吗 你以后有什么打责吗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少爷 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 我离开以后 我还可以再给你写信吗 当然 会子 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 你都拿去 少爷 你拿着 你是因为我被赶出竹内家的 路上你需要用钱 这个是联盟寺的平安符 这个是联盟寺的平安符 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他能保你平安 以后有什么地方 需要我的帮助 你就写信给我 我一定会帮助你 谢谢少爷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对你的感情一直没有变过 但是对你父母的仇恨 我也更加不会忘记 他们当年这样对我 我一定会让他们后悔的 你醒了 惠子 这个平安符 你还戴在身上 这是竹内军送给我的 我一直都戴在身上 离开竹内军这么多年 我发生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一直相信 正是因为竹内军送我的 这个平安符 我才能活到现在 是吗 很多事情 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虞约 我去给你倒杯水 可以 我那天 我去给你倒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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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啊 让开让开 让开啊 让开让开 让开让开 让我让我 你 娘让我们置办东西 又不放心 左盯住右盯住 我耳朵都齐老捡了 这些事情 以前都是大哥做的 现在药房和武馆这么忙 我们当然应该 给大哥分担一些 只要我们把事情做好 以后二娘啊 会把这些事情 放心地交给我们去做的 这什么东西啊 看看 这个好像不是 中国人的东西 你看这花 好像是日本人的 丢了 哎 姐 你干吗扔了 日本人的东西我不想碰 姐 它只不过是个钱包嘛 留着吧 也许施主正着急找呢 到时候再乌龟远主吧 走吧 哎 我不走 我要在这儿等施主 人家着急呢 哎 你 哎 哎 姐 你看这个人 像不像日本女人 这个钱包 应该就是她的吧 哎 你干嘛 你要去跟她说话 姐 我就是去问问人家 钱包是不是她的 是她的 就还给人家呗 爹从小就教育我们 持今不昧 哎 等等 哎 小姐 哎 这个 这是我的钱包 哎 我在街上捡的 哦 那谢谢你了 还给我吧 哦 还给你 哎 哦 等等 这钱包里面有什么呀 你们看过钱包里的东西 哦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没看 哎 姐 钱包是人家的 你就还给人家吧 哎 给你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傻看什么呢 姐 这个日本女人真漂亮 姐 你真没出息的 我看她呀 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哦 自己家里不待着 跑中国来干什么 哎呀 现在中国人 可是恨死日本人了 霸占我们东北三省 她一个人 还敢出来招摇过市 姐 也不是所有日本人 都是坏人吧 哦 您竟然敢这么说 怎么样 回去我告诉爹娘去 就说 就说你帮日本人说话 哎 姐姐姐 好了好了好了 你千万别告诉他们 要不爹娘会不高兴的 我就是要让他们来骂骂你 姐 我求求你们别告诉他们 姐 你你只要不把今天的事告诉他们 我 我请你吃桂花糕 嘿 嘿 嘿 那我要两斤 哦 好 你得保证 以后再也不准这么说了 哦 不说了不说了 走 买桂花糕去 很好 哈哈哈哈 来 怎么啊 惠子 去见竹内军了 怎么还是不太开心哪 竹内军生病了 怎么会生病 他去叶家找叶善群收他为徒 在大雨中跪了几个小时 竹内军竟然为了学艺下跪于中国人 而且还受到了这么冷酷的拒绝 竹内军是不知道叶魏两家 对我们日本人的仇恨 事实上我已经劝告过他 但他就是这么固执 我必须尽快拿到药方 帮竹内军出口气 惠子 你也别太着急 我是替竹内军着急 我已经想过了 我要完成大佐的这个命令 就是要拿到金窗散的药方 而竹内军 只要有了这个药方 就可以挽救他的家族企业 这是一举两得 所以 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惠子 即使你拿到药方 你也不能交给竹内军 山本大佐 是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师兄 我都已经计划好了 等药方拿到了手 军部会需要药厂 来生产金窗散 我会向大佐 推荐竹内家的药厂 来中国开厂 生产金窗散 这样 不仅我们皇军 有了很好的疗伤药 竹内家的家族企业 也可以动山再起 惠子 你忘了竹内的父母 当初是怎么对你的了吗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惠子 而竹内家 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资格 再瞧不起我了 只要我拿到药方 我就是竹内家的大恩 到时候 只有我瞧不上他们 而且 我还要把整个家族的权利 掌握在我的手中 好 师妹 但是我们现在要拿到药方 还有很多阻碍 最大的阻碍 就是那个蒙面人 当初蒙面人也穿我们道场 他抢走了我为师父准备的骨剑 着实可恨 但是也说明了一件事情 他的武功远远在你我之上 而且他现在处处帮着叶魏两家 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 之前传言叶魏两家互相帮助 有和好的秒头 现在外面传言 魏家是叶家的恩人 而且传得很难听 以叶善群的性格 他肯定不服 我看这两家要和好 是不可能的事了 这对我们来说 太有利了 不管遇到多少阻碍 这个药方 我必须拿到手 爹 二娘 你们让我们买的东西 都买好了 二娘 怎么回事啊 你还回来啊你 秦凡 你跟我说 你在外边都胡说什么了 爹 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了 什么意思 现在外面传言 说叶家药坊重新开张 是我们魏家帮了人家大忙 你还在外面说 说我们魏家是叶家的大恩人 你是不是还跟人家说 叶家拿出药来去振栽 是我给叶家出的主意啊 爹 这可是事实 你是不是还跟人家说 幸亏你师爷爷 把半仗药方和武馆留给了我 要是给你二师叔 那就败光了 魏七法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叶家药方出了问题 那都是日本人在背后搞的鬼呀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 现在我们家和叶家的关系 已经这么紧张了 你还说这些 传到人家耳朵里头 人家还不嚼舌头去呀你 爹啊 七番年纪还小 我想他不是故意诋毁二师叔的 你们看吧 要不了多久 这些话就传到你二师叔 耳朵里头去了 你二师叔的脾气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他肯定暴跳如雷 火冒三丈 哎呀 与其让他听了以后 等门来找我 还不如我先去向他解释 洪生 现在正是风头火势 你都听说的这些事情 二叔肯定也听说了 你现在去 以二叔都爆脾气 你就算是有理也是说不清的 不如等事情淡一些 你再去好好说 七番 到时候 你给我一起去 请二师叔解释 是啊 对了 还有 你们 全都听好了 轻挑行事 一不小心 就会惹麻烦上肾哪 是要好好令 但是你们要学会自律 凡事谨言甚行 听见没有 是 是 师父 大点事 是 爹 外面的人真这么传 你都不出门 你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了 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说你叶善群 是叶家的败家子 叶家都败在你手上了 还说 他们魏家是我们叶家的大恩人哪 没有魏家就没有我们叶家 还说魏洪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帮我们 那吴管 药房没有他的帮忙 早就不存在了 还说呢 说你叶善群离开了魏洪生 狗屁都不是 这些话是从谁的狗嘴里吐出来的 谁说的呀 还不是魏洪生那小儿子 魏启凡在茶楼门口说的呀 他魏启凡怎么会这么说呀 那还不是魏洪生和范小玉交的呀 娘 这都是谣言 启凡怎么会这么不懂事呢 再说大师伯怎么可能 让启凡说这些话呢 无风不起了 魏洪生他是救过我几次 现在闹得尽人皆知 这话肯定是有人说出去的 就是嘛 他魏洪生要做好人 又放话出去 他什么意思 他就是要让我们叶家 以后一步一步都不能离开魏家呀 不然别人会指着我们的脊梁谷 骂我们 妄恩负义 以冤报德 他这一招真的是毒辣呀 那以后 我们不就成了软柿子吗 任他们魏家 挤兑欺压 一步一步得寸进尺 就是吞了我们的药房和武馆 都不会有人说闲话了呀 这个魏洪生就是个白眼狼 他就是想让我们在苍州 无法立足 娘 你别生气了 不过是有些人闲着没事 在茶余饭后瞎说的 别理他 傻丫头 傻丫头 你们两个 胳膊中总是朝魏家管 你们是姓业还是姓魏呀 单群啊 他们魏家欺人太深了 我不能坐视不管 找他们理论去 闭嘴 来 我神正不怕影子邪 这件事 我自己去查个清楚 娘 喝水 诶 诶 诸位 下个月十五 就是苍州三年一度的武术擂台赛了 这苍州啊 又有热闹桥了 是啊 哎呀 这王年哪 有叶总寿劳师傅在 嗯 踏志藏咒无数戒指妞儿啊 嗯 现如今叶劳师傅不在了 今天的累待在 可是有看头喽 哈哈 依我看 这最好的看点 就是叶魏两家的争斗 这还能有什么悬念呢 那肯定是魏弘生赢啊 哎 你一切话我赞同啊 哎 没听说吗 这叶散群切字儿啊 其实就是一环库子弟啊 秃有许 哎 早些年要不是魏弘生傍尘的 他那个药房和武馆 也早就灌脏打击了 哎 还是叶水做得对啊 把药房一分为二 把神州武馆交给了魏弘生 嗯 那是 要不然 这武馆和药房 就都给白逛了 叶老爷子一杯子的性血付诸 动流不说 他老人家只会是死不瞑目 还好 叶老爷子啊 幽远见哪 嗯 嗯 其实啊 说实话 叶善君 不算是坏人 就是不讨人喜欢 哎 这共识不兴吧 脾气还笨糟 葬口就骂人 去居首就打人 哎 就会所骂 啊 就会所骂 我打死你这兔崽子 啊 我打死你这小兔崽子 你再说 叶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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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请坐 叶师傅 我们各有几个扯肚子 你千万别点意 叶师傅 叶师傅 我们真不知道您在这里 叶师傅 叶师傅 您吃块点意 吃什么吃 叶师傅 叶师傅 我要是不在 你们说得更厉害 叶师傅 你千万别激动啊 其实这话也不是我们说的 是魏师傅的小儿子魏喜凡说的 但是 这衣物的插刻全在啊 大家说啊 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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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师傅 叶师傅 能处吧 我们还夸您 拿药真在 是个大好人 是是是 我们说的正经性的时候 哎 魏启凡这小子跑过来说 是魏洪胜帮你们叶师药房处的主意 要不是魏洪胜在 你们叶师药方 那就看不起来了 就是他说的 小兔崽子 在背后这么诋毁我 都是这个小畜生放的话 魏洪生 你帮过我也帮过你 我们互不相欠 可是你只记得自己的功劳 只说你是我的恩人 让我在苍州颜面扫地 哼 他也卑鄙了 我就随便说说 爹生那么大七个 师傅不这样说你就别说呗 我不说了不说了 我一起来 好 给我站住 二师叔 你别叫我二师叔 我跟你们卫下 早就毫无瓜葛 我问你 你为什么到处 诋毁我说我的坏话 是不是你爹教你的 二师叔 坊间那些传闻 都是无中生有 我从来都没有诋毁过你 你不要误会啊 误会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不敢当 韦洪生就生出你这么个脑肿 二师叔 您相信启凡 那些话全都是以讹传讹的 他绝对没说过得罪你的话 你千万不能信啊 我已经问过茶楼的茶客了 这么多茶客 都亲耳听到你这个小畜生 在背后放狗屁 你这么小的东西就血口喷人 今天我不教训教训你 我就不行业 二师叔 您可别动手啊你 你给我拉开 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 小畜 二师叔 您也别打我 二师叔 小畜 叶善群打魏洪生儿子来 叶善群打魏洪生儿子 你瞎心晓啊 走 过去看看 走走走 让别再说 二师叔 不能打啊 二师叔 让开 二师叔 别打了 二师叔 让你别打了 你住手啊 二师叔 二师叔 过来 二师叔 二师叔 别打我 让别再说 小畜 你放手啊 二师叔 不能打 你打我 打我吧 你让开 二师叔 你给我让开 二师叔 过来 不能打 行吗 你给我让回家去 住手 走 走 走 哎呀 叶师叔 不能再打了 再打就 出人命了 就是啊 今天 我就是要打死这个出人不可 叶师叔 你看你多大岁数 她多大岁数 别跟年轻人一般见识 给我个面子 别让我为难 哎 就是啊 小畜生 你再诋毁我的声誉 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 哎 哎 慢走慢走啊 哎 哎 行了 停了 散了 散了散了散了 怎么样 几盘 没事吧 怎么样 几盘 有没有受伤 小兄弟 你受伤了 谢谢你上次帮我捡钱包 几盘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日本女人 几盘 哎 别说了 没事 我们回家吧 今天真倒霉 没事啊 没事 没事 爹 你怎么搞成这样 跟人动武了 我刚刚在大街上 教训了魏启凡那个小畜生 让他在背后说我这坏话 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爹 你怎么能打启凡呢 这件事情你别管我 我问你 你好好练武了没有啊 我练了 嗯 很好 下个月就是苍州武术擂台赛了 爹 你是让我去打擂台 嗯 除非他魏洪生亲自上擂台 那么我也会上擂台 我猜魏洪生他不会上台的 如果他魏家派出魏启明或者刘宝平 那么我上擂台 岂不是让人家说我欺负晚辈 一笑大方 你是夜市武馆的继承人 你代表夜市武馆上擂台 那是最合适的 爹 您是说启明也会上擂台 嗯 很有可能 震南 你要记住 您是你爷爷的嫡孙 为了夜家的名声 为了夜市武馆 你一定要夺到泪主 这些日子啊 你要好好练武 是 爹 嗯 今天我就见过那个杨世轩了 他确实在调查 那个蒙面侠的行踪 不过 因为最近蒙面侠没有出来过 查起来比较难 让杨舅长继续调查 这个蒙面侠是心腹大患 一天不除他 我就一天不安心 慧子小姐 请放心吧 杨世轩已经表态 他会尽力查到 这个蒙面侠的行踪的 嗯 中村君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拿到 京窗散的药方 而我们现在 进度实在是太慢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耐心 再等待下去了 慧子小姐 是不是 山本先生那边 已经开始催了 山本先生那边 我会极力应付 你只要按照我的意思 尽快拿到药方就好 是 我分析了 这叶善群和魏鸿生呢 是一帮老顽固 比较难对付 但是中国有个传统 祖上传下来的东西 会传给下一代 也就是说 这个药方 会给他们两家年轻人 传下去 对付两个年轻人 那就容易多了 你说得对 我也有这种想法 我最近刚认识了 魏家的小儿子魏启凡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是我的一颗棋子 魏启凡 看来 慧子小姐盯上这个魏启凡了 她呢 是魏鸿生和范小玉的独子 这两个人 对他们的独子 是疼爱有加 这是掌握了这个魏启凡 对我们能拿到药方 是有大大的好处的 不过慧子小姐 对于控制这个魏启凡 你有多大的把握 魏启凡就是 乳秀胃肝的臭小子 傻乎乎的 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爹 是不是苍州武术协会 送来的帖子 没错 三年一次的擂台赛 下个月就要开打了 他们是想请我上擂台啊 师父 您上擂台的话 那肯定是擂主 对 擂主 您肯定是擂主 肯定是 擂主 好 当年师父他老人家 在世的时候 我已经代表我们神州武馆 上过擂台 而且拿到了擂桌 我不想再上擂台了 打擂台 就是为了让大家交流武艺嘛 所以 应该把机会 留给你们这些年轻的一辈了 对 师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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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让我去参加吧 对 师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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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是我们这儿武功最高强的 如果您不去的话 他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对对对 我哥最合适 对 师父 这次的擂台赛 我们神州武馆不参加 对吧 我不会派任何人去的 爹 这是为我们武馆 扬名列外的好机会 为什么放弃啊 我自有我的道理 当年你师爷爷 曾经对我说过 练武不能为了名利 如果为了名利去练武 只能是走火入魔 对你们大家也是如此 所以我现在只希望你们 好好练武 不需要去整什么泪珠 养什么名 再说了 得了泪珠又怎么样呢 只是个虚名而已 所以 只要大家平时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地去练 有没有进步 心中自有标杆 我宣布 今年的擂台赛 我们神州武馆不参加了 这 不是不是不是 爹 你大师有这么好的武功 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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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就这么放心了 为什么不参加了呢 为什么不参加了呢 不可惜 这样啊 好 我们陪你队练吧 练武有什么用啊 爹又不让我上擂台 武练得再好 谁看得见 师兄 你别这么说 师父刚才不是说了吗 标杆在心中 咱们自己知道不就行了吗 好 洪生 你拿着书没看 气了茶没喝 你心里有事 什么事都瞒不了你啊 我还不了解你啊 你不让齐明去参加擂台赛 是不是为了二叔 你想把擂主 让给叶家是不是 我知道你用心良苦 师父把神州五馆交给了你 药方也给了你一半 师父对你这么好 留给你的东西多过了二叔 所以你总觉得 亏欠了二叔 是啊 这五馆 这药方 本来就应该是二师弟的 可是师父却给了我 师父对我也太偏心了 难怪二师弟心中不服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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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